各位觀眾,全泰國最猛鬼節入來就是鬼面巨節 究竟有多猛鬼呢? YEAH! 話說,這個一年一度的鬼面巨節 二十多年前,小弟曾經參與過 合似一算,已經是二十多年前的事 究竟現在的鬼面巨節和以前的有什麼不同呢? 為了了解真相,在泰國政府旅遊局的安排之下 我們就特地搭AirAsia 從檔門機場出發,飛去黎府 即是這個類的散府 這個散府以無農為主,位於東北部 人口較為少 而在飛機上看上去,似乎真的沒什麼 其實總會有些東西 讓我帶大家去了解一下,看多點吧 說這麼快,飛機著陸了 這些內陸散府的小型機場 跟青邁或布吉那些不同 裡面沒有免稅店 也不會有很多餐廳 兼且飛機也不可以泊進去 下了機,大家要走一個停機坪 然後進去 裡面拿行李的地方就是這麼大 大概一個多小時的機場 就來到這個黎府 即是這個類的散府 28年沒有來過這裡 應該是說從未來過這裡 為什麼呢 因為28年前,我拍攝這個 什麼都有的時候 來這裡的時候 其實是去了另一個散府 因為那時候這裡沒有機場 這個機場是較為新開 那時候飛去耀洞探尼的機場 再轉車 現在來就更加方便 這個機場不是國際機場 來到機場是小小的 Check-in Check-out都是這個位置 那有沒有東西賣 有少許的小賣店 有咖啡店 不過就沒有開 那有沒有可以找換呢 找換店似乎都沒有 那租車有沒有 有,在外面 沒錯,在這裡必須租車 不要想在這裡叫Gap 或者BTS 這裡沒有BTS 也沒有地鐵 在Gap 這裏都沒有 那如果要在這裡周圍走 周圍玩 就必須要去外面租車 去外面看看租車價錢 機場外面 就是這些租車公司 可以自駕遊行 可以或者連司機都可以 我個人建議 就連司機好一點 因為第一 你人生路不熟 第二,要靠那個Galgo Man 因為行錯路就不好 浪費時間 那價錢是多少 這一檔告訴我 10小時計連司機 1600匹 但不夠有錢的 那我看到外面有的士 那會不會用咪錶 當然不會 這些學生生虎 怎會用咪錶 究竟要收多少錢 看看大家如何以價 不過可能都會便宜過1600匹 雖然這裡是一個小省府 但其實也不少 要去這個鬼面巨節的地方 其實也要花點車情 沿路所見 絕對是一個很純朴的鄉村地方 不過也有地方給你打卡 下飛機坐了一個小時後車 終於來到這個地方 這個是一個叫做 青坎的地區 整個類的省府裡面 總共有14個地區 這一區較為受歡迎 因為多一些旅遊景點和餐廳 今次來到這裡 主要是尋找一個猛鬼之旅 這個省府有一年一度的 鬼面巨節 小弟在二十六年前 不知二十六或二十八年前 我都不記得 就是曾經來拍過 這個真是甚麼都有 將這個項目放在節目裡面 不經不覺已經二十多年 至近三十年沒有來的那些省府 今次來到這裡 都有一點點感受 除了拍鬼面巨節 還有拍吉堂的鬼事情 例如一個鬼那麼漂亮的餐廳 沒錯 鬼那麼漂亮的餐廳 就是這裡 甚麼那麼漂亮 最漂亮就是天空 是不是很漂亮 天色漂亮 幸好沒有下雨 餐廳外面 都放了很多電單車 以及房車 給大家拍照留念 這裡的老闆 絕對不是普通人 應該也有一點錢的 畢竟是大時大節 鬼面巨節 所以都吸引了很多曼谷人 專程來參與 由機場要經過這個地方 才可以再去到 舉行鬼面巨節的地區 所以不少人都會專程 在這裡休息一下 喝點東西 吃點飯 才繼續上路 正如曼谷其他意外的省府一樣 很多的餐廳 咖啡店 地方大到不得了 這裡也不例外 地方大到雖然裡面沒有冷氣 但感覺都舒服 尤其外面有很多拍照打卡 這個位置絕對是超級無敵 這裡也有 那邊也有 那邊也有 很多人來這裡 其實不是為了吃東西喝東西 只是為了拍照打卡 對呀 現在潮流輕的 當然 如果肚子餓的話 這裡也有食物 吃的當然不是冬任公司 那麼簡單 是一些Eat省 即是冬北菜 有句話就是貴人出門朝風雨 我絕對不是一個貴人 所以我去到任何地方都無風無雨 真是幸運 雖然天氣是熱 但比在香港那艇濕和熱 這裡就較為舒服 所以裡面沒有冷氣都沒什麼問題 最重要是有位給他拍照打卡 這產冬北菜最有名的就是木瓜沙律 即是這個鬆垮 這裡就是正宗的木瓜沙律 木瓜絲 那種辣辣的 酸酸的感覺 真是 全世界美食之中 只有鬆垮才有這樣的感覺 不過不是每個人都吃得辣 而且這些酸酸的感覺 這上來也不是沒什麼好吃 不是不懂 這裡就是其他食物 舉例是這個 日式烏冬 加了這個炸蝦 或者這個 炸蝦沙律 雖然 不是超級的大間餐廳 也不是有名的餐廳 但是蝦依然是爽口彈牙的 叫我不停喝 不是因為好喝 是因為太辣了 辣得太要喝水 為什麼呢 因為剛才那種的鬆垮 木瓜沙 剛才那種的鬆垮 最初吃的 都不多過 但是誰知道 說完東西 做完聽之後 慢慢來 在那個舌底開始 哇 燒著 我也算是吃辣 但是這裡真的很正宗 超級辣 為什麼會這麼辣 大家看看 原來裡面 有很多辣椒在這裡 這些辣椒位 不是說你不配辣椒 如果不配辣椒就不辣 其實就算你配辣椒也好 它經過這些醬汁 醬料也好辣 所以如果你不吃得辣 你就要向外國說 劈腦 又或者是咪劈 這樣就可以了 海側的話 真是很辣 要繼續喝 去完這間鬼這麼漂亮的餐廳 吃完鬼這麼刺激的美食之後 我們繼續走繼續拍 接著去到這個地方 接著這裡真的撞到鬼 沒錯 這些鬼公仔 鬼面具節的鬼公仔 之前曾經預告過 說這個泰國猛鬼之內 一定會拍到鬼 沒錯 真的拍到鬼 什麼鬼 就是這些鬼 就是泰國的牛鬼 不是牛鬼蛇 是牛鬼 真正的學名 叫皮群腩 什麼意思 這些鬼 應該是這個類的散虎才有的 它們本身是一些牛 牛 但是死了之後 還未投胎 變成禮鬼 不是禮鬼 是牛鬼才對 而它們通常 三五成群一起跳舞的時候 就會令到下雨 所以有部份的人 如果想下雨 就會去求他們拜祭他們 這些鬼跟我們平時 皮特罕見開的 是很不同的 我也是第一次見 它們叫做牛鬼 在泰府青坑這裡 除了有鬼之外 更加有絲 什麼絲呢 不是死絲 是椰絲 各位觀眾 這個每個檔口都有椰絲賣 但總是七彩繽紛的椰絲 可以吃的 以七彩繽紛來代表不同的味道 飛呀飛呀 整色整水 更加有這些一盒盒的 你看一下 嘩 好味 在晚餐買不到也吃不到 不過 又嫌它 硬質質 因為 在B 規 A 規就是這些 就軟熟很多 不過是真的不是 摸上手 嘩 好軟熟 正呀 做手信一流 真是好吃 最重要 不是超甜 嘩 真是棒 萬谷買不到也吃不到 這些手信 真的不是杜杜有 起碼萬谷沒有 普通的椰絲 有見過 第七彩繽紛的椰絲 還有一坨的 一定沒見過 其實這些椰絲 已經成為 泰國一散虎一產品的 信心保證 而且是五星 來到必要買 鬼這一刻 通常都是黑 白 血色 但泰國 皮特康 它的鬼 零色是好色 不是鹹色 只是很多種顏色 於是乎 在這個地方 食物 都多種顏色 除了剛才的椰絲 這些米粉 亦都是七彩繽紛 不是因為銅刺驕傲月 這裡賣的根本 就是這麼多顏色 於是乎 製作出來的粉 就是這樣的 多種顏色 沒有其他 因為這個散虎 最出名是 皮特康 皮特康 是七彩繽紛 所以要買的食物 都七彩繽紛 大家開心 來到這個位 終於去到盡頭 不是人生的盡頭 是泰國邊境的盡頭 泰國邊境 有很多飯 其中一飯就是這個位 盡頭 看不見到一個零 沒錯 開到盡頭 重新開始 原來跟青米一樣 在黎府這裡 都居住在少數民族 這些少數民族 有自己的風族習慣 甚至乎信仰 有部份都真是信不信由你 這位穿黑衣服的 正是這個少數民族的村長 這個民族 全部穿黑衣服 大人、小孩、男女女都穿黑衣服 看到下面穿黑衣服的先生 他穿黑衣服有一個原因 不是因為 有些儀式 而是因為 因為他是少數民族 在這裡有一個少數民族 很多年之前 已經在泰國 這個散府居住 他們在這裡 搞了一個小型的博物館 可以說是活生生的博物館 他們既在這裡居住 亦都在這裡招呼人客 於是乎 遊客們 剛才看到 有很多泰國的遊客 就專程一車車 去了解多一點 關於少數民族的資料 在這裡除了有故事 還有食物 有東西賣 甚至乎有衣服 讓你化身成為少數民族 全黑的打扮 不就像三本廟師的作品 在這個時刻 我會想起泰國朋友 阿溫娜 每次一個遊客 他都會出了一些群衆 三個來 四個去 五個入 真的懷念他有溫 大家不止三個入 四個去這麼簡單 而且還手拖手 有一些舞蹈 應該是儀式 究竟代表了什麼呢 你現在要站在這裡 看一看 好 阿溫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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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地地跳什麼舞呢 根據這裡的村子所說 很久之前 這裡 大家有病的時候 沒有醫生看 沒有Panadol吃 那怎麼辦呢 如果要好的話 就要靠後面的作樂 大家一起跳舞 那接著呢 就會好地說 就是藉著一些 靈體的力量 而令他們 鬼那麼精神地說 而到現在呢 我相信整個泰國呢 只有這裡 私有這種風俗習慣 不過我依然相信 儘管這種習慣呢 但是大家 有病 也會看醫生 或者是Panadol 是不是 吃一個T3 而這些呢 只不過是把當年的傳統習俗 展示給大家看 咦 大家沒有踢腿了 這樣是這樣的 OK 沒有踢腿了 是動手 正所謂各處鄉村各處例 泰國之大無奇不有 77個散府 尤其是在東北部這些散府 這些小數民族 往往總會有些奇風異族 大家是沒聽過沒見過的 即是信不信由你 轉眼間來到這個 青墾裡面的市中心 沒錯 市中心 但是呢 雖然市中心 你會見到呢 人影都不多 那裡有三個 是泰國的朋友 這裡就相當寧靜 據稱唐晚時份呢 就會是一個walking street 很多東西賣 但是暫時來說呢 就是靜到不得了 這裡有沒有按摩店呢 是沒有的 那有沒有一些小型的咖啡店呢 是有的 不過就沒有冷氣 那這裡最多是些什麼呢 最多是一些小型的酒店 和home stay 因為據聞呢 很多泰國人呢 會來這裡旅遊和住 他們不需要住一些高級的大酒店 我說不好聽 沒有冷氣也沒問題的 所以這裡有很多 home stay 價錢便宜 300匹左右已經有交易的了 但是對於我們來說 沒有冷氣不可以的 所以呢 如果你來住 就可能選一些 比如500匹 600匹以上 就會好一點點了 整條街我逛了 其實泰國呢 有很多散府呢 都有這些小鎮風情 最簡單 比如在泰北的敗那裡呢 又是有類似的環境 天朗氣清之下呢 真是心抗神異啊 不過會不會 感覺有點寒意呢 整條街都沒有人啊 嘩 好像很恐怖的 放心放心 不是在拍鬼片 這一間 1925年的舊屋 已經變成小旅館了 進去看看 這個外面的河景挺漂亮的 這間小旅館 原來是興建於1925年的 嘩 更老 裡面有七間房 這間是最貴的一間 限日二千二匹 有河景 有外面的位置給你攤頭 裡面有麻雀水 小五狀俱全 也有廁所 那床邊有沒有USB插頭 和插鬚頭 抱歉是沒有的 自己帶了一個拖板來 這裡也挺受泰國人歡迎的 七間房之中 其實都敷了五間 因為第一 很多人來看鬼面巨節 第二 對著河景泰國人就很喜歡 那這裡的房間 有沒有冷氣 是有的 每間都有的 可以看到廁所浴室 已經有電熱水爐了 廁所是電子馬桶嗎? 不是 有電子馬桶 不是有普通的喉 讓你洗屁股再去廁紙 封筒就在這裏 接著 阿哥牙刷沒有 但是有這個 繁簡 如果你要來住 就要自備阿哥牙刷和拖鞋 又看看另一間房間 這間房間依然有獨立廁所 但是沒有景 價錢行一計 最便宜1500元 依然有冷氣 這間小酒店的房間僅僅過千匹 原因是因為有冷氣 其他有些沒有景 沒有冷氣的幾百匹都有交易 這間房間沒有何景 只有街景 大約三千多匹一晚 為何這麼貴 因為是一個家庭屋 你會見到 這裏睡到兩個 一個又一個 即是睡到四個 一家四口來睡 絕對沒問題 這裏是廁所 這裏是浴室 床邊竟然有插頭 不過沒有USB插頭 比沒有更好 那這裏的小旅館 又會不會有SPA 泳池 甚至乎 天空餐廳 酒吧當然沒有 萬局 一切都較為樸素 平凡 但平平凡 以示好 大家如果住在這裏 有空無少 可以下來這裏 聊天 喝東西 又如一個民宿一樣 不一樣 終於找到了 終於找到了 走了那麼久 終於找到了 很不容易才找到 可能是整個小鎮裏 唯一的一間冷氣咖啡店 是呀 問問了 是只有這一間 小型的咖啡店裏 有冷氣之餘 也有咖啡飲 透心涼 還有食物 我舉例是泰式炒河 不過不是一般的泰式炒河 主要是加了這些 炸雲吞 這些配料 脆皮 泰式炒河通常會有蝦 但這裏 只是有蝦米 沒有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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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米 有蝦米 是蝦米 但... 就是泰式炒河的味道 而... 蝦米 就變成炒雲吞的皮 都可以說 幾非一般 泰國七十七個散府 老實說我這個所謂泰國通 就未去得完 這裡雖然說二十幾年前來過 但是二十幾年前來主要是拍攝視節目 沒有去泰裏谷去帶我周圍去 這個地方是第一次來 雖然整條街好像很靜 沒有什麼 但是衝了一種小鎮的風情 而且都幾有人情味 舉例現在大家聽說話 覺得很清楚 剛才拍完之後 不見了咪 糟了咪放在哪裡 找不到 我便幫忙去找 走到街頭街尾 找到地上 有些鄉親父說 你找到什麼 我忘記了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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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的咪很大 唱K的那些 怎麼會不見 不是唱K的咪 是小時候的咪 後來找不到 怎麼辦 回去想想 原來是我的袋子 不好意思 剛才那間咖啡店 有冷氣的咖啡店 原來正是前面那間小女館 介紹的 然後他怕我們找不到 走錯路 結果就帶我們去咖啡店 而且他也很好人 因為原來這裡 小鎮風情 大家都認識的 例如你認識我 我認識你 所以大家都有個友誼 不會說 你來幫助他 你就不會在我那裡吃東西 或者怎樣 其實那個咖啡店 也有自己的小女館 我介紹你認識他 那我就沒有人來煮 大家不會這樣想 因為大家都是朋友 這些就可能是 越簡單的生活 又有越簡單的情趣情懷 這個小鎮 都挺有味道 挺有趣 尤其是再硬一點 好像通界也有東西吃 有東西賣 終於等到旁晚六點多 兩旁的店舖和小粉錄了開 據稱最熱鬧 應該是星期五六日晚 今天拍的時候 正是走一 所以不是太多人走 不是全部店舖開 不過大部分都開了 兩邊賣的一些小食 也有衣服、飾物等等 賣的是不是很特別呢 一些都總有一些 本地小鎮風情的東西 而最多人 這個時候就是外面的河邊 因為可以看到河景在日落 都挺漂亮的 那不如去看看吧 終於明白 為什麼這一區裡面 這麼多民宿小旅館 而且每一間都說全 還有這麼多泰國人來住 因為這裡的景色 真的超級無敵 是很漂亮的 再加上沿路也有很多 咖啡店、餐廳 難怪這麼多泰國人 選擇這裡來住 這位先生 正在觀看 拍攝 自言自語 好像我一樣 真是 日落美景 真是正 這裡的環境更加正 真是 鬼這麼正 鬼這麼寧靜 而且這裡 外面的walking street 如果這個星期五、六日晚 更加熱鬧 很可惜 今天是閒日 所以鬼這麼冷清 很可惜 串燒蟹仔 串燒蝦 串燒蝦 串燒小蝦 串燒蟲 串燒蟲 和蝦米 嘩 都很工整 很整齊 這些串燒 真的在曼谷沒見過 在這個散府 這個地方 就有得吃了 讓我選擇一串 才行 就這個 對 不過不是就這樣吃 要讓它再燒一燒 才可以吃 麻煩 麻煩 這個串燒 價錢10-20匹 左右有交易 這個價值20匹 但是 吃的時候 會不會竹鬚刺到嘴裡 還有殼水不需要撕 這麼細隻 怎麼撕 又根據他們所說 整隻可以吞落土 真的 嘗嘗 真的 咬下去 外面很鬆化 裡面真的有蝦味 真是曼谷吃不到 整隻吃得到 嘩 這麼多隻 豈不是很長時間 對 這個又怎樣 這個難道是整隻吃 吞落土 不是這個 就要自己撕蝦殼 那至於蟹 那些蟹仔也是 整隻吃得到 嘩 嘩 真是全部吃得到 嘩 真的挺有趣 沒有刺到我的嘴 OK 這裏黃昏時分 和晚上的景色 更加是別樹一格 雖然不會有很多遊人 但也不算十分冷清恐怖 好有感覺 希望日後有機會 可以來住一兩晚 小城風味 就是這樣的 說到住 接著我又搭了一個多小時 車去另一個散府 住的就是這間酒店 這間酒店分了幾部分 有普通的房間 亦都有Villa 我們就住這間酒店房間 這間酒店房間 正正是我今晚和明晚要住的 相當之簡單 這間酒店的地區 並不是皮特狂要舉行的區域 那為何不住在這間酒店 因為酒店房間全庫了 所以就要住在這間酒店 可以說 樣樣有些 有熱水 不過水不知道夠不夠熱 有得洗 有 牙刷就沒有了 幸好自己帶來了 湯鞋也沒有 但不要緊 我也帶來了 床頭 幸好都有插鬚位 我帶一個拖板來 簡簡單單 沒所謂 住兩晚而已 那究竟在這裏住 有沒有發生靈異事件呢 密切留意下一集